就在今天,刚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冒着炮火,访问了布克等一些城市和地区 所到之处,看到了很多被轰塌倒的楼房 还看到很多被杀害的乌克兰平民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被俄罗斯侵略者的暴行震惊了 背包主席上传了一些照片,并指出,在基辅附近的伊尔平一些地区 俄罗斯的侵略者残害了很多人,甚至残害了一些儿童 甚至其中有的一些儿童还被剥光了衣服 他说其中有一个十岁下的女孩,在她的身上还发现了被镶监的痕迹 给我发生了迁离 男朋友,他们很困难,他们正在关系,说实际上,他们正在关系,我和我总是每天 我们说了关注在这些地方,在东西 不只是,我认为,在最 ближай的日子,可能在最 ближай的一天, 尤其他们的问题是有问题的 这一个问题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有问题 现在有问题 这问题是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问题 有人把Zylian Sigi比做现代的Ciuđир 并引用Ciuđир的话说 我们将在田野街道上战斗 我们将在山上战斗 我们永远不会投行